嗨大家好我是小娃 相信会点进来的你 一定是对Iran共享汽车感到好奇 想知道这是什么吧 又或者是有租车需求 但是网路上的资料还没找到你想知道的答案 今天这部影片小娃要分享目前最夯 非常方便的共享租车服务Iran 提到共享你想到的是什么 共享单车U-bike 共享机车Gosher,Wimmo,Iran 共享行动电源ChargeSpot 共享汽车,机车,行动电源 似乎就是租汽车,租机车,租行动电源 比较好听的名字 这么说也没有什么不对 实际上还是租赁服务 只是跟以往的租赁服务有不同的模式及计费方式 以传统的租车公司来说 可能需要填写一大堆资料 以一日为单位来做租借 有些公司比较好行 可能提供半日租借 或者租完一日之后 隔天可以半日计算 这种模式大多以线上或电话预约 接着付订金 最后到店家取车的模式 有规模的公司则可能提供假地租与地环的服务 一般常见的大多还是铜电租环 当共享系列出现之后 想想U-bike的运作方式 你可以在各大站点租环U-bike 也可以以分钟来租借 相同的概念推到共享汽车 例如小娃突然需要用车 打开Iron App查一下 咦?隔壁巷子就有一台Yaris可以租 点选租车 选择方案 车种 及租用时间 拍下车况 签名 这样就完成了 就是这么简单 感觉出来了吗? 让租汽车 也可以像租U-bike一样方便简单 这就是共享的概念 诶 不过这定义是小娃用自己的感觉乱掰的 想知道共享汽车正确定义的话 说明栏里面有附上共享汽车的维基连结 自己点过去看看吧 先说这部影片不是业配 小娃只是Iron爱用者 纯粹是使用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真心觉得Iron便宜又好用 想跟大家分享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影片的最后小娃会提出来讨论 一 注册 上面提到虽然叫做共享 但实际上还是租赁服务 因此第一个步骤一样是必须先注册 确认你的身份及租用资格等资讯 小娃必须要再提醒一下 注册完之后会经过人工审核资格 其中包括身份证及驾照的真实性及有效性 这个过程可能会需要几天的时间 因此如果要用车的话 务必提前注册 千万不要等等要用车才注册 这样会没办法租车的哦 注册的话可以输入推荐码 Iron自己本身有些活动会送 或者也有网友分享自己的推荐码 如果你没有推荐码的话 可以输入小娃的推荐码 IR-608-765 打上序号可以送一个小时免费 不无小补咯 首先可以先扫描画面上这两个QR Code去下载 也可以直接在Play商店或App Store搜寻iRain 下载完之后开启App开始注册 接下来照着画面提示的步骤进行 填入正确的资料 最重要的地方是上传证件照的部分 如果上传的资料不清楚 Y鞋无法辨识 都会导致审核不通过 不过没关系再补件就可以了 做完这些流程就等待Iron审核吧 2. 预约 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来租车了 Iron有同站租环及路边租环两种方式 顾名思义 同站租环就是借环都在同一站 Iron在全台每个县市几乎都有同站租环的据点 可以透过Iron官网或App来查询租借据点 路边租环部分 小蛙制作这支影片的时候 才刚开放桃园不久 目前有路边租环的地区有 双北、桃园、台中及台南 也不是这些县市全区域都有 主要还是集中在都会区 因此租环车一定要查清楚 避免还不了车或衍生出其他的问题 这两种租车模式的差别在于租环车的地点及可预约的时间 同站可接受两个月内预约 路边只能接受前30分钟预约 Iron的预约流程为先确定租车方式 同站或是路边 接着选取租车地点 再来才选择车型、方案及租用时间 预约完成之后就会出现在我的订单里面 预约步骤就完成咯 预约时APP会先计算预计费用 这边只是大概的估算 还车时还是会以实际使用状况来计算哦 3.取车 如果租用的车子之前的时间没被租用的话 最早可以在预约时间前